為鼓勵台灣衝浪滑板選手 朝向2020東京奧運的目標前進 台東衝浪運動發展協會 在4月4號5號兩天 在金尊國際衝浪賽事地點 舉辦衝浪滑板交流比賽 並由在地目共師傅 特地打造U型滑板台 新營來自各地的青年與職業好手 相互交流 這次所有的力氣 所有的贊助廠商都是 從在地發聲 在地資源 因為我們要讓我們的在地店家 在地的年輕人 從基礎開始 有空間資源 所以呢 我們希望這個活動可以如其辦理的情況下 所有的年輕人都可以朝著選手的目標邁進 邁進的同時絕對不是從上面往下 而是我們從下扎根 就是因為2020有奧林匹克嘛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藉著這次機會 然後讓自己水平提升 然後甚至之後的希望是可以參加 就是努力一點 台東精尊擁有得天獨厚的衝浪環境 因此台東衝浪運動發展協會 從2009年起 極力栽培台東當地衝浪選手 希望趕在11月份的國際衝浪賽事之前 透過在地活動讓選手累積比賽經驗 在這個活動啊很開心 有衝浪有DJ 還有一個U型的可以這樣滑 而且有很多朋友來這樣 希望台東擁有這樣的文化 就是有subskate 就是衝浪滑板的文化 台東衝浪運動發展協會 理事長表示 未來計畫每年將持續辦理 結合衝浪與滑板之賽事 為培養台灣衝浪滑板奧運選手 並爭取建設台東滑板場 與相關運動設施 原視新聞比亞 台東東河採訪報導